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向大家演示一下 如何从零开始搭建一个个人私有网盘 现在市面上有很多非常不错的公用网盘 比如说百度云和安理云 另外如果你使用的是苹果家的系统 那么相信一定对iCloud不陌生 如果你用的是Windows的系统 那么一定也接触过OneDriver这个网盘 这些公用云盘的优势就是 不用经过繁琐的设置过程 开箱即用 而且服务也比较稳定 它的缺点就是一般的容量都不是很大 而且价格相对而言会比较贵 还有很多小伙伴最大的一个担心是 隐私和安全 存在公用网盘的数据 会不会被服务商或者其他人来窥探 或者说这个网盘服务 会不会有一天就关闭了 如果关闭了我的数据该怎么办 所以另一个个人数据保存可行的方案就是 搭建一个私有云盘 专门储存比较敏感的个人信息 而相对不那么敏感的信息 比如影音娱乐的资源都可以放在公用云盘 相对公用云盘来说 自己搭建的私人云盘最大的优势就是 相对而言更加隐私 而且自己掌握百分百的数据控制权 而它的缺点就是需要一定的技术门槛 所以我今天就做一个简短的视频 向大家演示一下 如何在5分钟的时间内搭建一个私有云盘 这个私有云盘可以选择做一个影音娱乐中枢 当然也可以只作为一个存放文件资料的私有云盘 如果你对如何从零开始搭建一个私人云盘感兴趣的话 那么就请继续观看我的视频 哪怕你是一个完全什么都不懂的技术小白 也可以顺利的通过我的视频方法 来搭建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个人云盘 搭建个人云盘的第一步是要购买VPS服务器 关于如何购买VPS服务器 之前我介绍了很多内容 大家可以观看我之前制作的这几期视频 先详细了解一下如何购买VPS服务器 我今天演示的这个VPS服务器 我之前就搭建过一个网站 今天再来搭建云盘 所以这也是VPS的一个优势 就是可以做到一鱼多吃 我不仅可以在这个服务器上 来搭建我的个人网站 而且我还可以去搭建我的个人网盘 还有邮箱服务器等等 今天向大家介绍的方法 还是基于Docker环境 搭建Docker环境非常简单 大家直接复制这几行代码就可以了 如果说你这个VPS之前已经按照我的教程 用Docker搭建个人网站的话 那么就不用再重复去进行这些安装 我们直接可以跳到下一步 开始安装就可以了 安装的过程很简单 今天用到的是一位网络大神 他自己编写的Docker配置文件 作者在这里提供了四种不同的安装方法 今天我就向大家演示其中两种我觉得最好用的 所以今天的内容我们主要分为两个部分来讲 首先第一个部分是向大家演示 如何搭建一个离线下载 在线播放影音娱乐系统 第二个部分是搭建个人文件相册管理系统 前者更加偏向于娱乐 后者更加偏向于实用的文件管理 我们首先去演示 如何去搭建一个影音娱乐系统 我们首先直接去复制这个Git开头的代码 如果这时候有这个提示的话 说明我们还没有安装Git工具 直接去输入 yum install gate就可以了 系统会自动去安装Git工具 安装完成之后 我们再次粘贴这里的代码 这行代码的意思是 拉取我们所需要的资源 然后下一步的话是进入我们的 安装文件夹 接下来的话是需要到Plex这个系统里面 来绑定我们的账号 我们首先复制地址 直接去跳转到这个网址 我这边是已经登录过Plex的账户 如果你没有登录过的话 这边是需要先注册一个Plex账户 注册完成之后 我们直接把这个认证代码复制过来 然后在我们的终端里面 去编辑一下这个配置文件 输入vdokercompose.vml 到这边的话我们只需要修改一个地方 就是Plex的绑定码 我们把原来这个模板的绑定码给删除掉 然后把我们刚刚网页里面生成的给粘贴过来 输入完成之后键盘按esc 冒号wq保存退出 好了之后的话复制这行代码 运行dokercompose这个文件就可以了 然后系统就会开始拉取镜像 开始安装服务 这个过程大概需要2-3分钟 看你的服务器速度 如果出现这个提示就说明已经成功了 这个时候我们在浏览器里面 去输入我们服务器的IP地址 看到我们这个系统已经搭建好了 这是我们下载视频的客户端 我们看到服务已经连接上了 我们可以直接点击新键 然后在这边输入磁力或者BT链接 就可以下载影音视频了 接下来的话就是下载完成之后 我们怎么去播放 我们直接在服务器里面 去输入我们的IP地址 然后再加上Plex端口32400 好的我们这边就可以看到 已经登陆到Plex的系统了 我们可以在管理库这边 然后添加资料库 比如我们这边下载的是电影 语言的话我们可以选中文 下一步添加文件夹 我们默认的话它会下载到媒体的文件夹 直接去选择这个媒体 然后点击添加到资料库 接下来的话我们下载的任何一个电影 都会出现在这个媒体库里面 我们直接到这里去点击播放就可以了 以上就是离线下载 加上在线播放的影音娱乐系统搭建 非常简单就搭建成功了 好的接下来的话我们安装另外一个 这个next cloud next cloud是一个开源的网上云盘管理系统 它的安装方法也非常简单 同样的我们复制这两行代码 第一行的话就是下载配置文件 第二行的话就进入到安装目录 我们什么都不用改 直接去运行docker compose文件就可以了 需要注意的是前面我介绍的Plex 和这个next cloud 是不能同时安装在一个服务器的 因为这样的话会造成IP的一个冲突 如果出现完成的提示的话 就说明已经安装结束了 我们直接到浏览器里面去输入IP地址 我们就可以看到初次配置的一个界面 我们用户名和密码设置一下 然后点击完成安装 现在正在安装应用 安装完成之后的话就进入到这个界面了 可以看到这个云盘的话 它是提供苹果手机 安卓手机还有桌面端的APP 我们可以通过APP更加方便的管理数据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功能是非常强大的 第一个是文件 点开我们可以看到系统默认生成的几个模板 然后这边的照片 我们可以去上传我们平时的一些照片 第三个的话是动态 动态的话这边就是详细显示了 我们这个网盘所有的一些操作 比如说今天创建了这个什么文件夹 然后是邮件 邮件这边的话我们可以去连接我们的邮件账户 然后这样的话这个邮箱如果收到邮件的话 就会自动转发到我们这个网盘的邮件系统里面去 相当于一个邮件客户端 另外除了这些功能之外 我们还可以去安装一些插件 通过插件的话可以实现更多更强大的功能 比如我自己比较经常使用的是一个笔记的插件 我们直接在精选应用这里往下拉 然后就看到有一个NOT 我们直接点击下载启用就可以了 另外一个还比较好用的是任务 下载完成之后 我们就可以在上面的菜单栏看到笔记和任务这两个 可以说这个云盘的话 我们是可以当做自己的一个工作流的系统来进行使用的 好在页面左边下面的设置有一个 webobdv这样一个链接 通过这个链接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链接到媒体播放器或者文件夹系统 比如我苹果电脑用的是Infuse这个软件 我们可以直接用这个客户端来播放网盘里面的视频 我们打开软件 直接点击添加 然后选择webobdv 下面输入我们刚刚复制的地址 然后用用户名和密码 就填写我们登录的用户名和密码 添加完成之后 就可以看到我们网盘里面的文件列表 比如说这边有个视频 直接点开就可以播放 另外的话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网盘直接添加到我们系统的文件夹里面 比如我这边是苹果的一个系统 我们直接点击左上角的连接服务器 这边输入我们的webobdv链接 点击链接 下面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这边的话就可以看到已经登录成功了 我们双击一下 这边也可以看到网盘里面的文件 这样的话 我们平时就可以直接在这个文件夹里面进行操作 所有的操作都会同步的网络上的云盘 因为我这边是一个比较便宜 比较差的一个演示服务器 所以速度会比较慢 如果说你的网络状况良好的话 速度就会宽敞很多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视频演示内容 通过这两部分的视频 我们可以去搭建一个离线下载的影音娱乐系统 或者说一个只属于自己的相册 私密文件管理系统 整个安装过程其实还是比较简单和迅速的 我会把今天视频用到的所有代码 放在我的个人网站 大家可以点击视频下面的链接 到我的网站去直接复制这些代码就可以了 如果说大家在操作的过程中有什么问题 可以在视频下面给我留言 我看到会第一时间回复大家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觉得还不错的话 欢迎点赞订阅加分享 最后对我有非常大的帮助 也会鼓励我做更多的视频 帮到更多的人 那我们下期再见